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張非常過癮的就是 因為前兩張就是 也有很多在試的部分 然後第三張我們就決定說 那要不要來試試看 就整張都是請同一個製作人來製作 而且我們這一次其實 包括前面的部分就是 前面一年多大概就是寫歌啊 一直寫一直收啊 然後就 到真正就是決定要收 收歌 失手收完 然後開始製作開始錄音 到最後錄完我們總共花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就包括我還有包括葛道老師 包括劍齊老師 我覺得我們都想好了 就可能對這樣東西已經有很多很多想法 然後也組織過了一遍 然後已經是一個有架構 然後有 有系統的知道要怎麼做 然後 想要什麼感覺想要什麼 想要講什麼東西 所以就是時間 對我們來說就是已經很夠了 然後 被做出來的東西 我自己啊 我是覺得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音樂對我來說是很 它也有摧毀的力量 但是它同時也有重建的力量 就是它這兩個 它這兩方面對我來說 都有很強大的影響 對我來說啦 所以那我當然就會去反思說 那我今天有幸成為一個可以做音樂的人 我希望 我希望可以帶給別人的是什麼 那我就會覺得說 我希望可以帶給別人的是好的 音樂 對是我從音樂裡面感受到好的的部分 嗯 我覺得目前 我也不敢說這難關過去了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流動的狀態 對啊 它就是起起伏伏伏伏伏伏 可是目前為止 我只 我只能說就是 很 反而很慶幸說 之前那些大大小小的難關 我覺得是他們造就了 這一張專輯 裡面 所有我想說的一字一句 都是因為那些難關 然後激發出來的某些靈感 或者是某些聲音表情 嗯 就我覺得它是一個 因為有難關 才會有 難關於創作跟身為樂水這個部分 對啊 還有包括 對 就是創作 就是會懷疑自己能不能做到 對 對 對 所以現在應該OK了 有一點親切嗎 有 有一點 我覺得現在我反而就是 希望自己帶著一個身為歌手的自覺 然後去創造新的理想的人生狀態 就是 就像剛剛說了 就我也意識到說 啊 身為一個歌手 或是身為一個藝人 其實有時候生活是非常孤單的 然後可能視野其實 也會不小心變得比較狹隘 那這些東西就是 我居然意識到 我就是會 想要去 自己去 去克服它 或是怎麼去跟 這樣的狀態和平共處 然後去讓 它對我來說 變成是一種 反而是一種幫助啊 或者是 是好事 而不是一種局限 唱歌這件事情 有很 很多空間可以去發揮 就是它會隨著 不管是歲月也好 環境也好 是人的樣子也好 人的際遇也好 就是它 它的可塑性實在是太強了 就我自己也沒有想到 因為我以前可能會覺得自己 啊 我的音域大概就是 從這邊到這邊 或是我的音色 大概就走這個路線 然後頂多有時候 沒睡好 可能就有一點酒傷的感覺 就是 可是後來越唱越覺得 可能發到第三章 像我也是錄這一章的過程中 我才發現說 我可以玩很多不同的感覺的聲音 我可以用整首我都用氣音唱 或者是整首我都用 好像在演戲一樣 不是我的聲音去唱 但這些都成立 然後我就覺得 嗯 這樣下去的話感覺 一直唱下去也不會膩 嗯 我還是會很在意我能不能 我能不能去發掘自己的想法 我能不能去發掘自己此刻 我能不能去發掘自己的思緒 我能不能把它變成一首歌 我能不能把它變成一首歌 那我就覺得OK 我沒有失去那個能力 就理解自己的能力 理解這個世界一切的能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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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